山林守護者孤獨英雄 巡山源 每當登山客發生山難時 巡山源往往是最先抵達的救難及先鋒 長期駐守在高山的巡山源 月薪只有30K 卻得忍受寒冷低溫及獨處的孤獨 支持他們的力量 全憑著對這片山林的熱愛 以及救護生命的使命感 之前是做志工 沒有解說志工 那個戰主任是看到A5 我有幸在這邊工作 所以他告訴我說 你有沒有醫院做過幾十三年 就是這樣子進來 因為大部分都是巡山 還有救難 救難比較多 然後就是整理環境 對 然後就還有 就是在 如果有什麼叫協助的話 我們就是去協助 往生的話我們就是用背了 因為早期之生就不用 不吊不吊不吊化那個 那個往生 平常都什麼時候要過來開 看天氣狀況 看天氣狀況 對 因為有時候那個關是可以 那個水管還是結冰的話 你不要開 一開的話那個打不上人的水 巡山員必須具備很好的體能 從塔塔加安部 背30公斤裝備 跑步到海拔3952公尺主峰再折返 要在七小時內完成 才算通過考試 真可謂是萬中選一 屬有人肉救護車封號的巡山員們 並不以為苦 他們驕傲地說 這就是我的使命 是我的工作 鄧新文向孤獨的勇者致敬